来关心到疑惯的消息 微信后日报普通病医 几月在当就乡去当就义区 无情已经在当就乡团了头 找到土地作为义区的议定地 为何报政府处长王必成正式 已经10个看过土地标识土地可以 我们才用得处在后送价位到行政医 我们才核定后就会开始作业 为何报政府处长王必成标识 已经到当就看过普通病医当就义区的议定地 看起来土地还可以 按照定属一般实行用地出点 再把家伙报告为何报送行政医 行政医通过后就会开始作业 离普通病医的家伙已经下跌差不多 超报委员会议开设文件 提供塞油剂合件 跟当就日赶照合公联为主 不仅事情也不定 但是要尽快来进行适当就医区的上官作业 家医线这样的医疗资源能够越多 当然就越好 那实际上家医线很多人的看病 还是有交通的问题 那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 这个病床的重新的这样的一个计算 那变成有机会可以多设一个 相关的院守 能够服务当地的乡亲 那我想这是一件好事 那我们也愿意全力来配合 在行政作业上看怎么样来处理 那我们希望中央在这一块 可以啊 我们继续跟中央就会后来 未来的后续的推动 能够让它能够加速 好谢谢 管理王政良也说 家医官医疗资源越多越好 实际上很多人看病 也是有交通的问题 因为透过北层重新计算 让家医官有机会 继续一个医疗艺术 华部当地乡亲是一件好事 关乎会专业跟中央来配合 加速推动 新新闻中来行 跟医官彩虹报登 用一句话来形容 幸福会是什么 光着脚踩在土地上 两句话呢 我说经常都说 人生有的没的事情很多啊 我们就尽量比较简单 三句话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好山好水 自己的家庭在这边 去做自己喜欢的 幸福对我来讲 就是可以吃到产地 最新鲜的猪果 所有的食材新鲜是非常重要 所以台湾的很多主产 现在都变成精品 送礼就是要送国内的东西 用逼爽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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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一大堆 磕壳堆成的三 几百年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嘉义县 第一个来做这样的工作 愚民把他不要的东西 他可以换钱 就政府来讲 他可以减少污染 完成不可能的任务 海费编黄金